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四川能吃辣,相信是地球人就没有不知道的 尤其有以重庆为罪 就连那里的美女都被戏称为辣妹子 那吃辣可是相当了不得啊 如今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盛行的重庆火锅 更是让人欲罢不能 尽管辣的能吞下一头大象 依然想起就嘴馋 除了重庆还有一个地方的人是特别能吃辣的 那就是湖南 湖南人那是相当的能吃辣呀 能吃到什么地步呢 湖南人吃辣厉害到吃饭时 辣椒与主食各占一半的地步 而且最重要的是 并不是湖南部分人能吃 而是大多数都这么能吃 要知道湖南人吃辣椒的比例 在全国各省中的人数比例是最高的 不过要说最能吃辣的地方还得是贵州 相信去过贵州的小伙伴们一定深有体会 当你站在贵州境内的街道 或去到客人家里时 到处都可以见到辣椒的影子 来到贵州仿佛就像来到了辣椒的世界一般 小编有幸亲身体验过一次 几年前前往贵州遵义出差 与三两好友吃当地的麻辣烫 我们一般地方的麻辣烫都是将料调好 根据你喜吃辣的程度直接调为清淡 微辣麻辣等口感 而这里却是直接将干面辣椒作为蘸料 辣到连舌头都失去知觉 却依然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怎么样小伙伴们 你觉得中国哪个地方的人吃辣最厉害呢 说说你的看法吧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